守护居家安全安心过好年 由花莲县消防局和花莲县家庭教育中心 主办的119消防节防火教育闯关活动 9号的下午是在远东百货举办 有关于CPR急救技术、灭火器的操作 以及油锅起火灭火等活动 还提供了消防医换装的体验 期盼透过寓教娱乐的活动大手牵小手 一起来了解防火安全的重要性 防火教育从小开始 为落实防火教育从家庭做起 花莲县消防局特别与花莲县家庭教育中心 9日在远东百货和平广场 共同办理119消防节防火教育闯关活动 希望透过防火宣导 换成民众重视居家用火用电安全意识 到了冬天大家可能会使用电闪毒 或者是一类电器的大量生虾 或者是瓦斯热水器的问题 我们要利用这个时间 再来宣导请民众要特别住防火的安全 居家的安全 过年前大家要把家庭的状况 所有的电器用品检查一下 有问题的要做太快 其次是在防火的部分 也要注意一些防火的一些小细节 我们利用这个机会摆了很多摊位 所以抓花我们的厨房的食物趋势 遇到状况怎么取次 还有如果说有小荷免要怎么来处理 让民众体验 一个做这些游戏让民众体验 让他们家村一些防火防灾的意识 花莲自长美轮宣导一艘分队多名一艘 一同协助提升民众防火防灾的正确观念 22个分队在北中南 我们每天365天都在进行 我们的防火教育的宣导活动 开启保障家户安全的 这样的一个防护工作 在年节前 希望我们所有的乡亲老朋友们 能够注重家户的防火防灾安全 让我们过好年 过好日 平安每一天 包含救命小英雄 CPR AED 操作灭火器 游锅灭火 以及居家用电安全声导等活动 完成闯关前100名民众 还能进行住警记的摸彩 另外家庭教育中心 也在现场分享爱家密码 入国既家庭日 祝父母节等知识 其判透过预教娱乐方式 在年关将近 落实居家消防安全重要 降低火灾发生率 记得讲方言华联事报导